有一次被羅漢拳打中的時候 我是即場入了醫院 羅漢386 288 左右開工 羅斯會說 羅漢年旦 羅漢世界 任意翻騰 尾伏敵手 我在拍攝熱問都是搞笑的 都是搞笑的方式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甚麼角色 你能夠在銀幕上 能夠給觀眾記得你已經是好 我們做配角的 自己在你自己範圍的角色之內 產生了光摩 已經是成功了 當然是在海外那套金碧童 做主角那套 因為在美國 現在很多人都在欣賞 那套我是多讀一面做主角 那時候是年輕的時候 當年的小鮮肉 我經常脫衣服的肌肉 所以這麼吸引觀眾 這些是要先添的 有一點點天分 加上後天的持續斷亂 所以保持到現在 都還可以的 就是這樣的原因 我試過有拍攝熱吃炭 打了十幾個 一本都辣到損了 都要用氣功運氣 頂住那些炭 這麼熱 真的在他的嘴裡 有一個演員 好像 罵那個導演 他看不過眼 我坐著坐著 還不怕 這樣說 結果就不怕 哈哈哈哈 我做的一個角色 是一個中國的黑社會 叫Triant 他那邊是意大利的黑手黨 他一衝過來 就真的用真弓打 我跟他說了 不用的 不用那麼硬 我出來攻 他再打過來 我擋一下擋一下 哎呀 擋到他 擋到他之後 他真的不敢這麼大力打過來 我都說 I tell you before 我這樣說 師傅 You are really good 這樣說 你自己現在拍了這麼多電影 還有這麼多人邀請你去做 各方面都有 有電影 有網片 電視我最近都有拍過 我覺得自己已經很成功 我覺得很難捱 做任何職業都是難捱的 這個行業都是出創完 行業都是辛苦的 我覺得我自己現今都非常滿意 舞台劇也做了 哈哈哈哈 舞台劇最主要是對白清楚 還有要現場大家演員的配搭 混合才會產生了一個好的效果 所以我就是 最主要就是把對白練得很熟 因為熟才能生巧 巧才是化妙 妙才進入一個無窮的境界 年輕人比較上是很喜歡創新 比較上喜歡冒險 很喜歡爆肚 我特別喜歡跟這些年輕人合作 就是這樣的原因 演員大家是要撞火花 如果你爆肚或者合適的 我可以回敬 就是挑機 我覺得可能我自己心態都是年輕 可能就是 我覺得跟年輕人溝通反而沒什麼障礙 大家都有什麼都拿出來說 就是最好 你一定要挑機自己 做一些新鮮的事 自己未做過的事 這樣才是演員界 都變成某個在表面 看來不見 還有一個新鮮的 뉴스 我們來看見 真正全欣賞 大家有趣 請 2834